我是台水工,我信在土城国小,制作团队 我是吴和叶,我是蔡佳如,我是郭仁亮,我是李慕仔,指导老师,周秉莲老师 感受 我们发现的问题 每次上完美语课,铅笔盒都会忘记放回书包,便条纸,不粘,和充电器忘了带,学校会积水,海水沟会造成堵塞等等 我们想要改变的问题,海水沟堵塞造成积水,为什么对我们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 因为如果积水了,上体育课只能在室内,下课还不能打篮球,鞋子也会泡水,地板湿河还会跌倒 我们决定访问,总务处事务组长,其他老师和同学,因为大家都必须共同面对与负责积水的问题 访问事务组长,请问您认为排水沟数量足够吗?他的回答是,是足够的 二,请问您认为校内排水沟设计适当吗?他的回答是,其实有些不是大 三,请问为什么每层楼排水沟数量不同?他的回答是,因为设计不同 四,请问为什么有些排水沟没有盖子?他的回答是,因为不同设计师,设计也不同 五,请问您知道排水沟堵住的原因吗?他的回答是 除了乱丢垃圾跟杂物以外,施工时的水泥也会影响 访问师长及同学,请问您就是附近的排水沟还有盖子吗?他的回答是,有的有,有的没有,每班或每个地方不一样 二,请问您知道排水沟堵住的原因吗?他的回答是,通常是有人乱丢垃圾 三,请问排水沟堵栽会有什么影响?他的回答是,下雨时会积水 使用者的困扰有,许多人会滑倒,鞋子和袜子容易湿掉 积水不方便行动,含垃圾和灰尘容易黏在地上造成打扫不便等等 使用者的期待有,不会积水,排水沟还可以很通顺,鞋子不会湿,还不会滋生蚊虫 我们要对学校师生进行宣导与提醒,使我们学校的排水沟可以保持通顺,让我们在下雨时不会积水,更不会因为积水造成后续的困扰 想象,我们最希望在赶散排水沟堵塞造成积水问题之外,还能利用水资源得到更多的水 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最佳情境?最有创意的点子,把学校观影万年来处理,来清理排水沟可解决堵塞问题 最快发挥效果的点子,直接换新的学校管制,排水沟可以解决学校老旧的问题 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最佳情境? 维持效果最久的点子,定期清理,宣导排水沟堵塞的重要 实践,为了进行升导排水沟清洁维护的重要 单位负责人蔡夏如,排报负责人郭仁曼,桌游负责人李牧仔,小游戏负责人吴何燕 我们在过程中的心情起伏,在感受时,我们没有感受到什么,所以心情很普通 在想象时,我们想象的点子没有很有趣,所以心情比较低落 但在实践时,因为非常好玩,所以我们的心情都非常高兴 但在分享时,因为大多都在打报告,所以心情也是非常低落 我们的反思,我想在美蔡嘉如,因为在板餐位的时候 他很努力的宣导讲解有时没人的时候 他还会过来帮我和吴何燕检球 我希望自己更好的地方是音量,我说话总是很小声,让我很不方便 因为声岛时必须是讲给全校听 但我的声音让人听不清楚,难理解 在研究的途中,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团队中期内讧 但我们好好解释后,了解对方没有什么意思后,我们又再度和平相处 经过这一大段事情后,我们学到团队合作很重要 我们要一起讨论,一起解决,才能好好继续做下去 我们想再美彼此,我想再美过人量,因为当小准日到问题时 也会以优秀的打资能力以及应变能力来解决问题 也会适时说出笑话,让冰冷的气氛缓解 更是老师的小帮手和大家的开心果 我们希望自己哪里更 个性太急了,所以常常日数得不少 希望以后我可以先想好要做些什么,再行动会更好 我们日到的困难,以及我们怎么克服困难 当社稷海报比赛时,我们人先以为会有很多人交卷 没想到的是,今年只有四个人报名,让我感到挫折 不过大家互相安慰,才入过这向南关 我们的学习与收获,我学到排水溝堵塞的重要 如何呵护排水溝,而最重要的是,我学到了合作的重要 我想再美彼此加入,因为她都有认真上课 也有很认真的打字,不像我一样会大哭大闹 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加的互相合作 因为我觉得我们被自己分成了两半 一半是女生,一半是男生 我们在时间中发现我们学校的运动会说不定 会办不成,所以我们的心情就有些低落 但我们的老师说她一定会让我们办成功的话 让我们重新振作了起来 我觉得我们因为DFC学到很多 例如,排水溝的构造 然后,学校哪里 学校哪里 学校哪里,为什么会积水 还有,要如何帮助身边的人 我想赞美郭文亮 因为她在发礼物的时候,不会把礼物发错 我希望自己可以更投入摊位活动 不能因同学来而分心 我遇到的困难就是 一大多人说桶子太远 口太小 我们的摊位结束后 我觉得团队合作真的很重要 分享 我们要如何分享自己的行动 我们要向谁分享自己的行动 普通班老师同学 自由班学长姐 爸爸妈妈 要向谁分享 向他们分享我们的想法 我们要如何分享用说的PPT 和照片来分享 一起玩自制的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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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人听见我们的分享 我们希望有很多人听见我们的分享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只有 51到100个人听见我们的分享 如果我们遇见还没做DNC的 我们 现在的我们想和他们说 我觉得DNC其实不会很难 我觉得DNC 不会很难 只要大家分工合作就可以完成 我们只要一直努力 用心协力就可以做得更好 过程中虽然我们会吵架 但是我们是一个团体 邀请努力完成我们的DNC 我们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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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